欢迎收看3月27号的 午安您好台事新闻 我是书海文 北市卫生局昨天证实 信义区远柏A13里的素食餐厅 保龄茶室 发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有一人死亡 如今案情又再扩大 今天卫生局表示 已经接获了7例医院通报相关个案 其中3人住进家户病房 装叶克末救治病况危急 而消水定到为可能的严重食安事件 昨天跟北市卫生局 疾管署防疫医师 还有独理学专家 前往餐厅集查 玻璃门景眼里头灯没亮 周三一早保龄餐饮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北市信义区无心街的店面 似乎尚未营业 周二传出他在信义区 远柏A13的分店保龄茶室 疑似发生食品中毒事件 一人死亡 如今案情再扩大 北市卫生局统计 目前相关案例有7例是由医院通报 其中3例住进家户病房 分别在北医 星光台北马街等医院 都装上叶克末救治 另外一例是民众向北市陈勤 表示一家五口用餐 其中一位男童出现呕吐无力喘的症状 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累积八例 相关案例 食药署绷紧神经 周二晚间会同卫生局 疾管署防疫医师 毒理学专家前往餐厅击查 是严重的事件 有民众死亡的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我们拿到了相关的检题 就会立刻执行 那检验的项目我们一定都会斟酌 一位北市卫生局24号才接获通报 现场尚未留下22号的食鱼 目前卫生单位采集 原百姓意保龄茶室餐厅厨房 相关微生物检体 要和个案检体进行比对 检验结果最快两周内出炉 如果是微生物都要抓两周以上 那其他的一些物品 我们都尽量会加速 而事发后保龄餐饮公司软执行长 则回应目前已知北市卫生局 有扩大调查 检调也已经介入 近代调查结果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还有在相关单位进一步离心 记得来成为盖尔地许休迷 台北采访报道 保龄茶室出现一次食物中毒事件 现在风波越演越烈 大部分的通报民众都曾经吃过炒果条 另外也有部分的人吃了滑蛋河粉 或是喝过香兰叶果汁 在事件曝光之后 保龄茶室董事长曾经表示 都是素食很安全 但有专家打脸分析 台湾常见的现任长赶俊 自身造成食物中毒 曾经引发肝衰竭猝死的案例 也就是所谓的炒饭症候群 另外有医师怀疑 这一次致命元凶 可能是米酵菌酸 只要一毫克就能致人于死 卫生局人员 进到台北市信义区的素食餐厅 保龄茶室里 在狭小厨房仔细裁剪 检查卫生状况 因为这群疑似食物中毒的民众 除了最早有人吃了保龄的炒果条 香兰液果之外 有人曾经因为吃到滑蛋河粉 出现呕吐卷带 病人的酸中毒比较厉害 那有多重器官衰竭的现象 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转家户病房 目前是没有培养到这些常见的 肠胃道感染的细菌 游医师怀疑是感染到不常见的细菌 像是超强毒素 米酵菌酸 主要是来自保存不当的发酵米 米类制品 还有超时间在不良环境浸泡的黑木耳 都有可能产生 只要一毫克就能致人于死 过去在中国曾爆发酸汤子中毒事件 造成食用的一家12口中有9人死亡 河南有女子使用变质的凉皮 不幸丧命 这一个毒性算是比较强的一种毒物 细胞的呼吸作用 就会因为这一个毒素而无法进展 脑部的细胞缺少能量 而死亡之后你人就死掉了 用食品专家点出 过去也有比地时学生韦伯加热 放了好几天的意大利面 吃下毒后结果出现腹痛呕吐 最后被家人发现一觉不起 上映结果显示是因为 仙人掌杆菌导致食物中毒 引发肝衰竭猝死 有个医学的名字叫做炒饭症候群 吃完炒饭以后 甚至有人死亡的案例 因为仙人掌杆菌 大概在这些米面的食物 如果说你煮熟了放在外面 超过两个小时以后 他就会开始滋生 医生提醒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都不同 再加上摄取量也不一样 只要曾经到过这一家餐厅用餐后 出现胃寒恶心高烧不退 只要提高警觉 尽速就医 记者 魏杰城建国黄明胜 电报导 这起疑似食物中毒案 引起检警高度关注 台北地检署指派检察官指挥搜证 大动作召集了辖区警力跟市行大 并且会同食药署及卫生局 先到保龄茶室进行全面搜索 茶口相关证物 将列他自然侦办 另外疑似食物中毒死亡的 吕姓男子 他的遗体也将在 28号上午解剖 确认死因 救护车赶到 疑似食物中毒的吕先生 在家人陪同下紧急送医 邻居全程募集 23号送医治疗之后出院 隔天凌晨觉不醒 再送医却回天罚术 40岁的吕姓男子曾经在台大EMPN就读 金融专才 还被日商金融公司研览 平常生活单纯 和太太妈妈还有妹妹住在一起 感情非常好 很好很好 他会带他回娘家 就很好啊 就会 他就很早就起来遛狗啊 一戏之间 家全变了掉 吕姓天天遛的狗 似乎也知道主人不在了 太太则是难过到没有接电话 但到底是吃尽了什么致命的东西 相关单位都在深入追查 在第一时间 他们所采集相关的化验 一般食物中毒的细菌 并没有验出 医疗人员以及检警 也都开始进入了调查 台北市所有保龄查室都停业 强制力介入侦办 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陈昭荣 27号凌晨零点召集辖区远景 还有北市行大 并且会同食药署跟卫生局搜索 从保龄查室查扣相关证物 包括监视器 当天料理的菜单 还有食材都带回保全证据 全案将先列他字案调查 负责人还有厨师 也被带回分局说明 被怀疑出问题的保龄查室 去年就曾经被菜商爆料 欠款数十万 当时就坦诚营运不良 28号上午也将解剖遗体 确认致死关键 是食物出了问题 还是人为下毒 随着检警介入抽丝剥茧 要理清真相 记者刘思周东霖 新美食报道 保龄查室一次食物中毒事件 持续扩大 台南有一米女子也发文表示 日前跟朋友北上用餐 当时点了滑蛋盒粉 送上桌的时候觉得蛋很生 但还是硬着头皮吃完 当天返家之后就身体不适 隔天更出现了上吐下泻 全身忽冷忽热 无力等症状 就医之后状况才好转 拿出诊所开的药袋上头这些药的适应症 都是针对呕吐腹泻等等的症状 这位刘小姐日前到北市保龄查室 信义A13用餐 怀疑自己也食物中毒 回到家之后 大概晚上11 12点的时候 就有先腹泻过 隔天的时候是觉得全身发软 然后在腿上是完全拿不起来的状态 22号刘小姐和朋友北上游玩 刚好到了保龄查室用餐 点了一份滑蛋盒粉 收上桌时觉得蛋很生 但还是硬着头皮吃完 回家之后开始拉肚子 隔天更出现上吐下泻 全身忽冷忽热无力等症状 在家人的陪同下就医 医生认为可能是沙门失菌 刘小姐吃药之后状况才好转 所以她也在拍可能沙门是感军 可是我们看网络 就是目前推估出来很多人吃的 也不见得有胆 所以我们不能确定 只是我自己是想 如果食物有被消化的话 为什么吐出来的板糖是很明显的 对那所以是不是应该要去查一下说 他们的食材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刚两天吐了四次拉了五次 一开始还以为是肠胃不舒服 直到朋友传了保龄查室的新闻给他看 才惊觉自己疑似食物中毒 忍不住说这是自己人生中 离新闻最近的一次 牵线自己好得快 但也希望相关单位能更重视食安问题 这往目的狂服器客程号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其他社会焦点来关心 台中市去一辆公车26号晚间 尖峰时段 车内发生火爆场面 秘密阿伯不满年轻人的包包 打到了他的头 高分被怒撬 狂吼对方不能这样 戴着耳机 包包撞到人都不知道 车内其他乘客看不下去 向前调解 但阿伯还是不罢休 最后公车驾驶请年轻的乘客往前移动 离开阿伯的视线才让整件事平行 你这个八八糟 你这个考虑你都不知道 你干嘛 什么东西啊 红衣阿伯不满年轻人的背包 撞到他的头 就在挤满乘客的公车内 驶出示喉宫 什么东西 东西弄到我头你还不知道 脚翘在外面 年轻人也反过来 只以阿伯的脚 影响到其他乘客通行 年轻人挂着耳机 那什么东西嘛 他打到我他还不承认 在台北大 捡硬东西要放前面你知道吗 你说对不起啊 你现在就生气了好不好 阿伯真的好生气 认为年轻人打到他又没礼貌 就在行径中的公车上 高分被连珠炮事的怒吼 连一跑乘客都看不下去 纷纷出声缓甲 要阿伯消消气 人一直往后急 然后学生的包包 都有可能动到老人家的力量 然后老人家反应比较激动 26晚间尖峰时段 一辆行驶在台湾大道上的市区公车 两名乘客因为不慎碰撞 上演火爆场面 我觉得没有不要这样神奇了 但也可能他可能当天心情不好 不小心的话还是要道歉一下 不能去管人家说你到底要背前面 还背后面 这样也有点奇怪 不少民众表示 如果发现搭车人潮多 都会习惯把包包背在胸前 或是改成手提 不仅可以确保贵重物品 也可以避免和其他乘客碰撞 而这回冲突 多亏工程驾驶和其他乘客 居中调解 才没让纠纷远越烈 这里中文章 文章台中报道 台中一名男子心情不好喝醉 竟然把家里的除湿机 电暖器等一堆物品 通通往楼下丢 就连阳台窗框 整个也掉落路面 差点波及到路过起事 不仅如此 他还闯入隔壁女住户的屋内 拉扯对方的头发 造成女邻居受伤 行车就录器拍下 一名骑士经过 突然一个窗框 从天而降 差点就砸中 路过起事 真的是好惊险 不只杀窗 就连整片的玻璃窗 也硬声砸落 只见一名男子 站在三楼高的窗户旁 边骂脏话 一边开始将屋内的东西 一件一件往下扔 然后大了 然后就丢东西下 很危险 变得是好像有被砸到 马路上随玻璃 物品散落一地 其中竟然还有除湿机 电暖器等家具 万一杂中路过的民众 可不得了 警方货报赶到 要将男子带走 但他的情绪 依旧不稳定 我还没问题 他小事啊 你没有话 控制你的情绪 我就要讲这上衣了 原来这名四十岁的 许心男子 疑似工作不顺 心情不好 和朋友在租屋处喝酒 酒后失控 但他脱续的行为 还不止一桩 女子的头皮红肿受伤 原来男子喝醉酒 不明原因 竟跑到隔壁 对着新搬来的女住户 动手拉扯她的头发 男子不仅乱丢东西 造成车辆毁损 还动手打伤邻居 原本想借酒交仇 没有想到丑更丑 节夜讲完王山宣台中报道 最新消息 保龄茶市疑似食品中毒案 再新增一人死亡 新光医院证实 一例在家户病房的重症个案 今天早上 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不幸病逝 而这起疑似食品中毒案 目前已经造成两人死亡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其实来关心 昨天晚间一辆公车 行进新北市卢州区 跟两名行人发生了擦撞 情况表示 从监视器看来 由于这个路口较长 公车进入路口的时候是绿灯 但肇事的时候是红灯 不过行人疑似也没有等灯号变绿灯 就抢快往前走 谁对谁错 还有待理情 一辆公车想抢灯过路口 但还来不及过完 灯号已经转为红灯 这时右边两名行人 也同样抢快 号制都还没变绿灯 就直直往前走 这下惨了 公车刹车不及 撞得下去 这一转公车车头部分凹陷毁损 就怕影响交通 远景立刻到场处理 事发就在26号晚上7点多 新北市卢州区中正路口 一辆公车和行人发生擦撞 警方表示 从监视器看来 公车进入路口时是绿灯 但肇事时是红灯 而且因为时间差的关系 行人也一次没有注意到 号制还没变绿灯就抢先走 不过谁对谁错 还有待警方厘清 警察为公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 我们于现场协助救换救护伤患后 并协助疏导交通 首先两名行人都只有轻微 手脚擦错伤 没有大碍 十次车祸九次快 过路口时用路人一定要慢下来 并多加注意路况 避免汗事发生 记者为杨文豪新北市报道 花莲台九县发生两起惊险车祸 一起在寿风乡 有桑家处理箱是到一半 路口突然有回转车跟执行车相撞 吓得众人放下手边的工作 赶紧上前关切 另外在新城乡 有轿车疑似天雨路滑 加上车速太快 结果自撞路数 强大撞击力道 轿车当场弹起 树皮也整片剥落 白色交车在路口准备回转 但银色休旅车及时而来 瞬间撞上 碰得好大一声 猛力撞击 白车90度掉头 再撞路中分隔岛 这才停下 恰巧一旁有上家政处理 丧事突然听到巨响 赶紧放下手边工作 全冲了过去 向前关切 我刚刚要回转进来家里 对方一直冲 是直走吗 对 白车驾驶一连惊魂未定 25号上午9点多 他沿台九县准备在寿风 将中心路路口回转回家时 被执行车碰得一声撞了上来 两车车头几乎全毁 零件四散 路面留下胎痕 这一桩白车驾驶头昏送衣检查 女驾驶左手腕撞伤送衣 还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另一起惊险车祸同样在台九县 天宇路滑修旅车疑似 车速又快 行进新城乡时 车子突然往右偏自撞路数 整台车瞬间腾空弹气冒出白烟 赤头严重毁损 保险感掉落 汽油流满地 路疏疏皮也整片剥落 1826号下午两点多 这一桩女驾驶重伤 索性松衣抢救 已经恢复意识 开车上路务必注意车险状况 以侧安全 记者陈静燕欢迎报道 两年前高雄一所国中体育班老师 以金属曲棍球棒殴打学生成商 遭判拘役50天 今年初同一所国中又被家长指控 篮球队教练以曲棍球棒 提罚学生 而校长得知后 竟然要求学生签窃解书 证明没有体罚 另外明明就有官方补助 但教练却每个月收超过10万兑费 也被家长质疑账目不清 目前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 篮球队微笑争光拿下不少好成绩 而全中运将在4月20日登场 竟然有队员被临时取消出赛 不能出赛的原因居然是 提供一张窃解书 然后四万家长有签 要签窃解书才能回归 但为何要签 原来是因为有家长指控 这所国中体育班篮球队教练 以曲棍球棒提罚学生 把学生打到受伤 校长得知居然要求 签窃解书证明没有提罚 针对体罚教育局介入调查 不只被控体罚学生 家长也出面质疑 篮球队账目不清 明明有补助款教练却每个月 向51位家长收费 这些费用包括一地训练费 参赛时速 交通费 以及2000对费 加起来超过10万 甚至收支明细上也发现 疑似不报 2000块的原有是 1000块是支印在教练费 1000块是支印在 我的比赛的一些出差费用 就是住宿啊 室啊 然后一些杂志的部分 2月17号 那一天有召开一个 家长后援大会 做成决议 有关于后援会的 所有的组织跟运作 都依照当天的决议来进行 这所国中体育班 现前才被爆出 老师以金属曲棍球棒 跳杀殴打学生成伤 如今在被家长指控体罚 账目不清 恐怕校方必须给个交代 才能平息家长愤怒 记者梁子月 萧志远 高雄才闻报道 拥有全台最大悬天上帝 向的彰化园林航文宫 26号中午 一名打扫志工向玄天上帝 执脚求健康 结果竟然执出 罕见的立脚 庙方赶紧用金纸围绕神机 而庙方主委表示 杭文宫已经连续 两个月出现立脚 这也是借庙近60年来 第四个立脚 玄天上帝的神像前 出现罕见立脚 半月弯的两个脚脚 直挺挺站着 经过一天还是闻风不动 而挖出这个立脚的是 她在庙里担任 打扫志工的袁小姐 长期右脚痠痛 26号中午 向玄天上帝 祈求身体健康 没想到人生 头一遭拨到立脚 第一时间惊讶地 冲去找其他志工 就怕难得的立脚 经不起任何一个小震动 赶紧用金纸围绕保护 说也神奇 彰化原理的横文宫建庙将近60年 立脚神迹就出现过四次 上个月才有一名信仲在雾楼 跟三宝佛寝室不好到立脚 隔一个月又发生立脚情况 已让妙方和信仲 哲哲称奇 历学的角度来讲 如果刚好重心在那边 然后在几次的翻滚之下 其实那个背脚已经没有平了 没有平的状况之下 它站起的几率是有的 只是没有那么高 妙方表示 这回出现立脚的胚 才使用不到半年 表面光滑也没有任何缺角 竟然还能稳稳地立脚站好 也让妙方小心翼翼 保护着难得一见的 神奇镜上 解答吗 真话 差不多 人情话题来看到 教育部性别平等教育记刊 近日在脸书上 分享了几项常见的食材 分别是处女食银 大陆妹还有美人腿等 这些食材都是以女性相关的文字命名 带有性别歧视意味 因此建议 如果能用其他的称呼会更好 像是处女食银 可以改叫做幼母食银 大陆妹改称叫做浮山窝巨 从食材的名称开始 慢慢消除社会中的性别歧视 老板请问怎么买 一早民众来市场买菜 询问价格 这是很多人的日常 不过部分食材的名称 念起来有民众发现 似乎有点性别歧视 大菠菜就是东欧 台湾本来大家都习惯用语 也不会说什么性别歧视 男生的腿也可以是白的 然后细长的 所以我觉得美人腿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可能刻板印象 那是老一代的观念 很父权 更名吧 从小就是大陆妹嘛 我觉得想太多了 民众看法不同 近期教育部性别平等教育季刊 发文表示 有些食材名称是以女性相关的文字来取名 而有些则是带着性别迷思 像是处女巡 指的是没有交配过的雌青蟹 应该用生长阶段的状态来取名 比较妥当 可以改为幼母巡 而餐桌上常见的青菜 大陆妹则建议改叫浮山窝巨 另外美人腿以洁白外形比拟成女人的腿 如果改成胶白笋更好 还有帕波彩 这个菜名影射过去社会家庭性别分工情形 建议可改叫同好 不过改了名称 就能消除性别歧视吗 专家还举例除了食材名称 还有部分成语俗艳等也都带有性别意识 例如婆婆妈妈抛头露面 丑媳妇见公婆等 如果大家互相提醒 就能从小地方开始逐渐改善 消除迷思 接下来六局黄明胜台北报道 疑似服用日本小林制药旗下 含有红麴成分的保健食品 在一天死亡案例 日本后生劳动省证实出现了第二个 服用相关产品后死亡的个案 但是不是小林红麴产品所引起的 还要理清因果关系 国内食药署也呼吁民众 禁止使用相关产品 除了两大输入业者预防性下架 十多家日本业者也自主回收相关产品 包括DHC等等 而日本食品食安问题连环报 还包括了被干秋刀鱼 检出致癌物 以及日本知名未曾碗米混入 疑似蟑螂的物体 都掀起国人担忧 不太敢买日本相关进口食品 日本小林制药旗下的红麴保健食品风波 持续扩大日本后生劳动省证实出现 第二个服用相关产品后死亡的个案 不过是不是小林红麴产品引起的 还要理清因果关系 此外服用小林红麴产品后 而住院的人数也增加到106人 而台湾业者输入相关一律产品 也全面下架 最新传出日本知名的DHC 也主动回收在台湾贩售的保健品 不过业者强调 在日本贩售的同名保健品 和台湾产品处方不同 未使用到小林制药红麴 但对产品进行预防性下架回收 并给予退款 实要署表示相关原料产品 目前国内两大输入业者 都先预防性的下架产品 但相关流向 还烧到台南三家业者 以及台中等下游业者 若国人有长期使用相关保健食品 出现哪些症状得特别留意 直及日本进口食品专卖店 业者纷纷避而不谈 就怕生意受到牵连 因为近期日本食安问题连环报 除了小林制药红麴案 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中 还有被干秋刀鱼在边境遭检出 一级致癌物 以规定退运或销毁 另外日本知名未曾玩米 混入疑似蟑螂的物体 台湾也输入3.25公斤 已经引起民众担忧 所以我们都不敢碰 日本方面的东西我就会排除了 所以就有少吃这样子 进口食品食安危机 一个接着一个相关单位 恐怕得要更谨慎把关 在杨总彦黄胜泉台北报道 近来国际航空纷纷推出新的联名 还有合作活动来稀客 像是新宇航空锁定暑假档期 6月15号起将针对部分航线 推出Snoopy机上用品 包括餐饮包装 儿童餐玩具 甚至连登机证都可以看得到Snoopy的身影 而虎航则是宣布 日本市场新任的品牌大使 由日本女星内田李扬担任 华航则是在推出米其林机上餐 把台菜半豆文化的餐点端上高空 到了美味饱族 你们威蕾更是台湾会的旗帜展现 空服员来上菜 台菜米其林新奇餐点再登高空 华航把一新的米香 台湾的半桌文化带上鸡 直定航线商务舱特餐 里头有干烧明虾搭配经典台菜乌鱼籽炒饭 咸香口味让飞机餐注入台史灵魂 二号金舱招牌餐点 麻油松板珠还有经济舱的糖醋鸡丁饭 每一道都是有40年经验的主出精心调配 把这个台菜第一步是往台湾出发的区域航线 希望这个台菜慢慢慢慢会走向全世界 跟华航合作我们才知道真的飞机餐真的不简单 所以以后我自己再搭飞机 我觉得我用更更忐忑的心有去吃每一道菜 新宇航空则是锁定暑假档期 6月15号起到10月底 与经典漫画角色斯努比联迷 推出可爱的机上用品 像是餐点包装儿童餐玩具 扑克牌等等就连登机证也都有斯努比 未来亚洲全航线以及斯努比的故乡旧金山航线 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这场一夜联名合作西客大战 虎航也加入战局 找来曾演出日剧月薪交期的日本女性 内田李央担任虎航在日本的品牌大使 虎航积极拓展日本市场 让日本朋友更认识台湾 航空公司业结盟合作宣传 让空中再聚也能成为推广台湾观光美食的重要美界 记者今天零星一台报道 现在很多人骑机车都会加装手机架 夹手机来导航 不过在台南有民众募集到一名富人 龙头上装有手机架 不过上头摆放的不是手机导航 而是充满记号的纸本地图 这也让募集民众惊讶地说 隔壁阿姨的地图好像比较酷耶 俏片曝光之后也掀起网友热议 现在很多人都会在机车上 安装手机架导航着陆 但你看过手机架上装的不是手机 而是这个吗 你没看错有民众路上直集 台南有一名富人机车手机架 装的是一张记号满满的纸本地图 画面曝光不少民众看了惊呼点点 现在Google用的比较多吧 就蛮复古的 没有看过加纸本的没有看过 我直接看手机 有网友笑说这是正宗离线地图现身 虽然现代人都觉得使用手机导航比较方便 但有人觉得纸本地图也不错 你又不是在搜寻 你如果要搜寻的话 当然手机是比较好 你如果是定位 比如说你在这个区块里面 你就是比较方便 线上线下地图大PK 但其实把地图放大一看 精简的排版设计 这张地图可带有来头 一开始是希望方便民众来探索 台南这些非常多元的特色空间 其实是蛮讶异的 因为往年我们大概看到民众 他要导览的这个地点的话 都是用Google的Mac来做导览 原来富人是要看展 才会把展览剪图 撞在手机架上找路 但在支围型手机普遍的年代 这样找路真的很稀有 记者黄富奇 吴宗宣 黄超群台南报导 最近消息 桃园归山一间银行金船抢案 上午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的男子 把BB弹玩具枪插在裤头 闯入了银行大喊抢劫 命令交出100万现金 航员借男子情绪不稳 连忙安抚之后报案 原警也随即到场逮捕男子 带回派出所 男子没有抢到半毛钱 也没有造成民众受伤 但刑抢银行恐怕涉犯恐吓罪 警方也将联系家属确认 进一步厘清案情 南投民间箱有消防水箱车准备出勤救护 途中遇上了一辆休旅车疑似闪避不及 刺状路边耗置灯杆 休旅车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压齿断裂 脸部擦伤送医治疗 猛烈撞击力道 连一旁电线和红绿灯杆也跟着晃动 消防水箱车闪灯鸣即出勤 不过来到十字路口处正准备缓缓左转时 对象一旦灰色休旅车竟整个向右偏移 闪过水箱车后撞上路边耗置灯杆 强大的撞击力道 车辆瞬间离地弹起 向后滑行了一小段 就连害耗置灯杆连接的电线 以及主干道的红绿灯杆都跟着左右晃动 惊险一幕全被路口监视器拍下 回到事发现场 休旅车车头被撞得引擎盖隆起 前保险杆全脱落 可见撞击力道不小 事发在26号下午5点多 水箱车准备赶往南投民间乡 支援住宅火警 勉强到新金鸣松路一段 和张南路口时 竟有休旅车在眼前上演 自撞事故 造成休旅车驾驶压尺断裂 脸部擦伤送医治疗 出行途中碰上意外 水箱车驾驶紧急停靠路边 了解事故原因 后续消防单位也立刻派遣 其他辆水箱车前往火灾地点救援 详细赵泽有待进一步厘清 记者曾入成南投报导 高雄一名黄姓男子 25号凌晨 由于违规停车 眼看警方准备盘查 就趁机开溜 虽然一路狂奔 还躲进了五尾巷 但最后还是被远警压制逮捕 原来他不但是毒品诈欺通气犯 身上还藏有违禁品 看到警察才心虚想跑 眼看男子将车辆围停 警方上前取缔 身份证就可以了 没想到男子忽然拔腿就跑 远警警觉不对劲 展开追气 金北追逐就在暗夜巷弄内上演 一路猛追 随后发现嫌犯躲进五尾巷 远警立即来个怨中捉鳖 孟丽压制只见嫌犯气喘吁吁 还不忘向警方求饶 事发在25号凌晨2点多 高雄临雅区自强三路 当时这名黄姓男子因为违规停车 被警方盯上 所有眼看远警准备盘查 他竟然趁机开溜 尽管一路狂奔 甚至躲进五尾巷 但最终人遭压制逮捕 同学戏毒品诈欺通气犯 附近警方询问 更于黄贤身上发现二三级毒品 告了半天 嫌犯不仅是名毒品诈欺通气犯 就是身上藏有违禁品 一看到警察这才心虚逃逸 实时跑个老半天 依旧不敌远警快腿 狼狈落网 这有高雄总报道 中国解放军在内蒙古模拟 博爱特区全比例诈射靶场 超解毒需要对总统辅佐斩首行动 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表示 国军会做最坏的打算 会严阵以待 但国军一个月内至少有七起轻生事件 更被爆哨表造假 马祖心腹专线的电话还是空号 这也让蓝绿立委高分被开码 室了好几次电话都是空号 但这可是战战局在官网上公布的 马祖地区心腹专线 紧急时刻官兵该如何求救 也让委员气炸 为何电话不通局长也不清楚 但国军近期一个月内 已经发生至少七起轻生案件 其中负责总统府勤护211营的宪兵 更传出战二歇二勤务繁重 宪兵单位失后甚至制作了假哨表 有两份的哨表 一份是应付督导的 一份是真实战哨情况 甚至是有战二歇二的状况 再加上他的附加哨 一天是六班哨 其中四次是战二歇一 确实因为我们没有审慎跟子系的 去了解整个一个 魏少这个全班的实况 早提报说谎造假 部长被蒙在鼓里也说重话 我们要检讨的话 我绝对不会怪罪哪个基层干部 他们就算造假好了 那我们已经说他该预送预送吧 另外共军在内蒙古建造 伯爱特区全比例炸射靶场 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解读 解放军要对总统府做精准战寿 睡不着睡得着 我想国军是这样的 经过整个代弹 示威警讯不敢大意 保卫国土家园 还得先安定军心 才能扰外 既然杨月达台报导 韩元大世界来关心 日本内阁会议宣布 未来由日本英国跟意大利 共同研发生产的次世代战机 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可以消往第三国 包含美国 德国跟印度等15国 但台湾并不在出口范围内 日本武器出口政策出现重大改变 反对派则认为 在缺乏适当程序下外销武器 可能会引发冲突 日本政府26号在内阁会议上 宣布解禁日本 英国跟意大利 共同研发生产的次世代战机 未来在有条件的限制下 可以消往第三国 日前内阁也跟执政的公民党 达成共识 修订防卫装备已转三原则 这些决定都象征 日本武器出口政策 出现重大改变 今般的决定 我们国家 与国同样貢献的立法 战机出口目前仅限于 跟日本签订 国防装备跟技术移转协定的国家 包括美国 德国跟印度等15国 台湾并不在出口范围内 日本也强调绝对不出口 给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 另外 未来每一次战机出口 都需要经过内阁个别批准 核可后才能销售 次世代战机 预计2035年年底开始部署 是日本首次跟美国以外的国家 共同研制 积极强化国防实力 不过也有日本国内部分 温和派政党质疑 这样仓促决定 是否会破坏国安稳定 日本二战后 在非战宪法规范下 曾禁止向第三国出口 共同研发的武器 随着国际情势升温 也改变立场 逐渐放宽规范 反对派抱持和平主义 担心日本在缺乏 适当程序下外销武器 可能爆发冲突 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张永腾编译 美国巴尔地魔断桥事件中 桥梁瞬间垮塌的画面 震惊外界 美国工程专家认为 桥梁本身的设计 原本就无法承受 巨大货轮的直接撞击 桥梁成连续结构 而且两端没有支撑 才会在撞击之后 迅速地垮塌 而巴尔地魔是 美国东岸大港 港口因为断桥事件停运 也冲击到当地的物流业 尤其影响美国和日本 车辆的进出口运输 美国运输部长也坦言 灾后复原跟重建 将会是一条漫长的路 撞击后的那一刻 整座桥有如沙雕瞬间垮塌 美国巴尔地魔断桥事件 画面惊悚 外界质疑美国重要建设 是否夹杂豆腐渣工程 不过专家认为 桥梁本身的设计和维护 没有重大缺失 失去动力的货桥轮 破坏力惊人 美国结构工程师指出 这座跨港大桥的结构 原本就无法承受 如此大的撞击力道 巴尔地魔港务停摆 美国东岸海上运输 大受冲击 巴尔地魔目前是 全美第九大港 虽然货柜吞土量 只占美国东岸3% 但车辆运输量全美最高 光是去年就进出口 以日系车辆为主的 85万辆车 另外也是煤 石膏 木材等 大宗货物的物流大港 大乱供应链 当地经济将大受冲击 灾难现场的残骸清理 及桥梁重建 也将是条漫长的路 1960到2015年间 全球有35座桥梁 遭船只撞击垮塌 超过半数在美国 最新断桥事件 也在美国相关各界 掀起检讨声浪 张力德编译 美国巴尔地魔跨港大桥 遭货轮撞击 应声坍塌 事故原因是因为 船只失去了动力 使得船上人员无法操控 索性船只在撞击前 紧急发出了求救讯号 相关单位也立刻崩桥 把伤害降到最低 但桥上当时有八名 正在修路的工人 不幸落水 救难单位第一时间 救急两人 还有六个人下落不明 由于水温只有摄氏九度 经过一夜搜救 官员也坦言 六人可能凶多吉少 已经停止积极搜救工作 募集后轮撞上桥墩 民众当场傻眼 大桥在眼前崩塌 募集者不敢置信 美东时间26号凌晨一点半左右 一艘后轮接近巴尔蒂摩跨港大桥时 突然失去动力 应声把大桥撞成好几节 其中一节卡在船头 把货柜压扁 索性撞击之前 船上人员及时发出求救讯号 相关单位也及时封桥 把伤害降到最低 不过还是有八名在桥上施工的工人不幸落水 有两个人第一时间被救起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被送医治疗 而经过连夜搜救 还有六个人下落不明 由于水温只有摄氏九度 救难单位坦言失踪人员凶多吉少 造势的货船达利号2015年下水 长三百公尺 吨位九点五万吨 悬挂新加坡国旗 尽管去年九月在纽约检查时没有异状 但去年三月曾经在智利 发现推进跟辅助机械问题 过去还曾经在比利时 撞上码头严重受损 这次又失去动力 而且还发生在最不该发生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指示联邦政府 全力协助重建大桥 至于船只为何突然失控 有在当局判读黑盒子数据 进一步厘清 陈伟仁编译 新美市长侯友宜 今天接待圣克里斯多福 及宁维斯的大使范东亚 范东亚大使代表克国 赠送十本克国书籍 给新北市政府 感谢新北市对国际交流活动的支持 侯市长也回赠新北在地茶叶 展现双方好交情 未来也将继续共同推广 青年志工培育计划 朗诵传统诗集集集系表演克国传统舞蹈 新北市长侯友宜热情接待来自中美洲 加勒比海地区的友邦 圣克里斯多福及尼威斯大使范东亚 以及其青年代表 结果克国代表们送上的绘本 侯市长也回赠新北市城市绘本 以及在地茶叶 让克国朋友更能深入了解新北市 圣克里斯多福及尼威斯 坐落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首都市巴士抵制 人口数大约有五万四千人 与我国建交四十一年 新北市政府青年局与克国交流频繁 未来双方将会继续合作 一同推动青年志工培育计划 让我国青年能站上国际舞台 新北市大力推动国际交流活动 双方透过赠书仪式 丰富国人的阅读视野 也深化我国与友邦 直接合作展现好交情 接送了卢伯聪 新北市参谋导 美国有一只治疗犬爆红 病患都抢着要见他一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霹雳卡 霹雳拉拉 薄薄莉娜 贝贝鲁多 愉悦变成抖蕾蜜 小麻烦魔女会使用怎样的魔法 小魔女抖蜜 每周六下午五点至六点 一次看两集 每周到百五 晚上是八点 台湾最新八点档的团 最快成功 大家好 我是浩子 想陪着我们一起营业吗 嗨 营业中第三季 周六晚上八点 请锁定台式主题 你小的小的都很欲望来的 我问你啦 我帮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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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 你做这个大戏 我也不喜欢 你跟慧民用什么结婚手 你这个大戏也同样 没男朋友就没男朋友 找个结婚的男朋友来 你现在用那种结婚是结婚的 大家都在配合 每个人都是结婚的 这家庭的对象是真的 你都会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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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翻範 翻範 我快追到你了 我没有过水 你都会跑 我没有过水 不得不说张立东是用他的生命 在防守耶 对 口水都流出来了 好啦 好啦 本节目由荆棵生物纤维 念魔冠名赞助 海冰融化 如果够大的话 它其实就像海啸鱼 我倒倒倒倒 冰箱 冰箱可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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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容易撞到 其实更好 海洋枯竭 从北极到台湾 从冰川到海洋 台式团 欢迎回来台式五间新闻 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只治疗犬 经常会到医院陪伴病人 让不少病患得到心灵的疗愈 它可爱的模样也在网路上爆红 甚至远在其他州的病患 都希望能跟这只治疗犬见上一面 狗主人于是发动了募款 筹措旅费 让治疗犬搭击到当地 实现患者的愿望 狗狗戴着酷酷的墨镜 坐在拉风的敞篷车上 佛州的博美犬科达 是一只治疗犬 每次来到医院都会引起骚动 看到了柯达让人觉得好疗愈 101岁的老奶奶将柯达涌在怀里 快乐全写在脸上 主人帮治疗犬拍影片上传网路 9岁的柯达在社群媒体爆红 田纳西州有位癌末患者打给佛州克莱蒙特警局 希望临终前能跟柯达见上一面 患者看到柯达喜急而泣 看到爱犬让病患展露笑颜 主人内心充满感动 病患带着美好回忆 踏上生命的归途 柯达抚慰了无数人的心灵 刘勇伟编译 南韩冲架飙涨 政府技术补助 民众也到市场去抢冲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很多以前或许不太容易医师的疾病 或许现在可以得到一切医治 血液却又是他们的一个必需品 医疗的一个使用量增加了 这个必需品当然需求量就越来越大 该要反过来喜事一个问题 到底是因为我们的需求量真的合理的这么多 还是因为热心目这么多血以后 临床的用血就没有去管制它 所以造成用量这么多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热线追踪 不可能 怎么那么好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么开心 也是爽完之后 真的有一些什么 来了 来了 看到了 请完成工作人的心愿 供应美味又丰盛的圆风餐 明天留素卵兄弟煮给你们吃 米饭煮太干了吧 真的想要这样 这样 第一组要走了 第一组已经要走了 先给他们变大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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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几个 感谢大臣宝金冠名播出 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咯 这一区长期模拟海洋酸化 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 草原萌马翔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集科学家的实验基地 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生活完科学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识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您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周日晚间八点半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发现科学 轻松几十九 出 xu 出来无声泡边压 有什么事情 身体不用钱 那便拿来了 撇到一张拍摄 这个就好了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有意愿 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今天土人敢对乡行这种 material 有这种什么 有这种心 秘密 这个小子没有白痴 我崩 sun 每周六晚间10点 台式华丽气承车行 南韩26号公布3月 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 因为南韩蔬菜价格飙涨 一把葱飙到了台币100元 让民众苦哈哈 南韩政府也赶紧寄出了 补贴政策给农民业者 压低农产品的价格 民众怕葱价会再涨 趁便宜狂买 近来首尔超市就出现了 民众抢购葱的景象 婆婆妈妈围在超市货架前 一只手已经爆满葱 但另一只手还是东挑西选 停不下来 没一会儿的功夫 葱就被抢个精光 南韩的葱价最近曾标涨到台币100元 让民众吃不消 南韩政府后来寄出补贴政策给业者 把葱价压在一把875韩元 约是台币20块 民众称便宜狂买 让抢葱成了南韩人的新日常 其实南韩的农产品在通膨的影响下 价格一涨再涨 以往5万韩元 约是台币1200元就能买到的商品 现在得花8万韩元 台币约1900元才能买到 民众叫苦连天 为了压制通膨 物价不合理压低的还有结瓜 售价直接砍半 消费者虽然热得减便宜 但苦了农民业者 希望政府能用其他方法控制物价 南韩三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游升转跌 主要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飙涨 南韩国会大选将在4月10号登场 物价民生议题也会是一大焦点 邱凯文编译 苹果天才滑板少女在街头炫技抄吸金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很多以前或许不太容易医师的疾病 或许现在可以得到一切医治 血液却又是他们的一个必需品 医疗的一个使用量增加了 这个必需品当然需求量就越来越大 该要反过来洗是一个问题 到底是因为我们的需求量真的合理的这么多 还是因为热心目这么多血以后 临床的用血就没有去管制它 所以造成用量这么多 周六晚间八点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热线追踪 下雪了 好美喔 这是在雪国里面 要不要在这边拍张照 你干嘛打它 敬各位愿望达成 谢谢 有的人丢得很准 发金 发金 有没有 金星你过了 高金 高金 感谢大臣保金冠名播出 哟呼 感谢全国观众烙烈支持 还是全员请上车收视率 在一场新高 最爆笑最舒压的实际综艺节目 进行锁定每周日晚间八点 还是全员请上车车 READY GO 周日晚间八点 全员请上车 READY GO 海冰融化 海冰融化 够大的话 但是就像海啸鱼 走 高 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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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波就到处都可以 所以很容易撞到 其实更差 海洋枯竭 从北极到台湾 从冰川到海洋 台式团队徒步冰河 潜入海底 目击全球暖化的冲击 请锁定地球的极限 马术园艺建构乐林自信生活 有那种港北上 我这次人不要骑过去 回去跟他孙子讲 阿嬷骑过去 你看他有心情的喜悦 全家乐起来 音乐舞蹈深入生活 你还比我比较浅 我可以在这里跳铃铛 你都不行 所以你要跌起来跌起来 跌起来 科技结合人本 点亮长咒路 我们系统 就会自动有一个侦测 然后我们就会去做 后面的追踪跟了解 那能够第一时间了解 长辈在家里面的安全状况 敬请锁定 好家好家 有没有 准备一次 太好吃了 好吃 真的 有 有 有 阿姨把手过来了 快拖 都需要提计器 恭喜你 卡会来 好可爱喔 有没有人帮我拍照 小麻烦魔女会使用怎样的魔法 小魔女抖元咪 每周六下午五点至六点一次看两集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台式八点档大戏追分成功 每周一至五五晚上八点 請收看台式追分成功 大家好我是莎莎 想陪着我们一起营业吗 看营业中第三季 周六晚上八点 请锁定台式主题 每一集都开了 每一集都开了 你小小小的都开了 都开了 我偷开一架 做十招 又像一个十招 你做这个大型 有哪不是看 你跟外面用什麼隔音手 你这个大型也是一樣 没男朋友就没男朋友 出个隔音的男朋友来 你现在用来这个隔音是隔音 大家都在评论 大家都在评论 大家都是隔音 这家裡的主题是真的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很多以前或许不太容易医治的疾病 或许现在可以得到一切医治 血液却又是他们的一个必需品 医疗的一个使用量增加了 这个必需品当然需求量就越来越大 该要反过来洗是一个问题 到底是因为我们的需求量 真的合理的这么多 还是因为热心目这么多血以后 临床的用血就没有去管制它 所以造成用量这么多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热线追踪 下雪了 好美喔 真是在雪博里面 晚安您好 我是魏于田 今天清晨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 温度方面也比起昨天略略下滑 上市在中部以北低温可以来到16到18度 而在南部地区稍微略高一些 20到22度 不过到了白天的时候 随着东北季风减弱 转吹偏东风 不过可以看到呢 包括了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云浪都还是比较多 因此呢 高温的回复没有这么明显 来到了24到26度之间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比较热咯 可以来到29到31度 非常的晴朗 而在降雨的部分呢 其实今天来讲呢 就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的零星短暂震雨 而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可以得好好把握一下了 因为从礼拜四开始呢 水气方面会逐渐增加 现在看到在周四的白天的时候 因为西南风带来暖湿的水气的关系 因此呢 包括了中南部还有花东地区 几乎大半个台湾都会下雨 而且呢 是以南部地区的雨势 会是最明显的 不过在北部地区来讲呢 在白天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明显的影响 不过到了周四的晚上 一路到周五的白天 则是会受到了封面通过的影响之下 包括了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都会逐渐转为有雨的天气 而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周末假期来讲呢 水气方面又会再进一步的增加 尤其呢 是在周日到下周一的两天时间 预估整体的降雨会非常的明显 主要是因为呢 从地面天气图来看 这一道封面呢 会来到了台湾的北部海面上 而全台各地呢 都有非常高的降雨的机会 就是因为整体的大气环境 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呢 下的会是对流性的降雨 代表说雨势会比较猛烈一些 也要提醒大家 这段期间有可能会打起春雷 如果要安排外出活动的话 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 再带您关心各地更详细的 天气预报 首先来看到是在北桃园的部分 基隆22到24度 双北市23到27度 陶筑苗地区23到27度 降雨几率来到20% 中部地区台中25到29度 彰化南投24到29度 云林加义25到29度 降雨几率10% 南部地区台南25到28度 高平27到31度 降雨几率一样是10% 东南部地区的宜兰 21到23度 花东22到26度 降雨几率来到20% 最后是外岛的部分 连璋15到16度 金门蓬勃18到24度 降雨几率10% 最后的天气小丁宁 要来提醒大家 今天白天开始 由于东北季风减弱 因此温度方面 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 不过要提醒的是 由于紫外线非常的强 因此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另外空气品质的部分 包括了中部还有高平地区 都是有让起了橘色的灯号 提醒您敏感族群 一定要特别注意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 感谢您的收看 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咯 这一区长期模拟海洋酸化 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 草原萌马虾 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集科学家的实验基地 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生活完科学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识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您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周日晚间八点半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发现科学 天空烧酒 出来有想法变好 什么情形 身体不用搞 有事要说 就把头里面生一个拍咪 这条就好了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有意愿 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这科码图人跟我们 对乘航这种事 这么有幸福 还有这么深 秘密 你竟然没白痴 我说我水鬼 每周六晚间十点 台式华丽气程车行 不可能 怎么那么好 不算放箭 不可能 不可能这么开心啊 有事爽完之后 真的有一些什么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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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叛高了 请完成工作人的心愿 供应美味又丰盛的圆培餐 明天留素卵兄弟煮给你们吃 米饭煮太干了吧 真的 学买这样 这样啊 第一組要走了 第一組已经要走了 先给他们便当 第一个 我要再第一个 办一个 二个 六个这边有某 一个 大家好 我是綬莎 想陪我们一起营业吗 看营业 Najwa 请锁定台式主品 他那歲的都做黑白來的 都麻煩你啦 沒一個帶過一個 做十大沒像一個十大 你做這個大片有哪不是 你跟外面用什麼雞分手 你這個大片一樣 沒男朋友就沒男朋友 找個雞的男朋友來 你現在用那個雞分是雞的 大家都在騙我 每個人都是雞的 這家裡的特徵是真的 數歲的英國天才滑板少女 斯凱布朗曾在2020東京奧運奪下銅牌 日前她在英國知名地標倫敦塔橋前 展現精彩的滑板技巧 也吸引遊客驟足 新聞最後帶您一塊來看看 也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舒凱文 祝您順心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好 歡迎收看1300整點新聞 我是黃品寧 先開始馬上帶一關新到最新消息 台北市新醫區 遠百A13裡的素食餐廳 保齡茶室疑似發生食品中毒事件 如今案情再擴大 稍早又增加一人死亡